慢点还真的腰给哈 慢点 小心腰 慢点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一百多斤了 哎呀 不好跳不好跳 肩肩膀会疼的 嗯 你们没有掌握这个技巧 不好跳 哈哈哈 不好跳 可以可以可以 挑了两步就不行了 不行不行 扁蛋 这个是要靠技巧的 是是是 就是光有力气就行 嗯 我挑的是 矿洞太大了 嗯 兄弟姐妹们 期待了一年的爱园果冬城来了 现在呢 我们是在四川眉山丹林 爱园果冬城的核心产区 今年是第二年来了 很多朋友在一个月以前 就摧二狗问 今年爱园果冬城什么时候上架 呃 因为我们吸取了第一年 早来的一个经验 今年来的晚一些 等这个爱园的口感 真正特别好吃的时候 我们才过来 今天来采摘叔叔家的果子 刚来到果园 来叔叔就热情的 请小慧吃橙子 对 叔叔给我摘着 看看这皮色已经非常红了 对 成熟度 它的颜色能看出来 最近橙子的成熟度非常高了 非常高 嗯 哇 皮特别薄 橙红色的 哇 又有果冻橙吃了 看 赶紧给我吃一个 嗯 好吃好吃 你快尝一下 甜不甜 甜 你看 叔叔咱们家的果子 今天能采摘多少斤 差不多 头七一千斤 呃 有个六七千斤啊 哦 它这个袋子里面 肥料是兔子的 粪便 哦 对对对 嗯 这个粪便 种出来的果子要更甜一点 哦 比花肺种出来好吃一点 农家肥嘛 哦 这也是农家肥 哦 农家肥种子的 叔叔又热情的 请我吃了一个果子 不好意思了 哈哈 今年的果子价格又高 来地里面都不好意思吃了 四川这边的人热情好客 每次我们来到果园里面 订货采果子 都会请我们吃 他们的果冻橙 然后中午还要给我们管 他们的农家饭 叔叔 叔叔 在家里整一点就行了 怎么安排到饭店来吃饭了 嘿嘿 不说在在屋里头整一点就可以了 他来饭店吃饭 饭店吃饭 嘿嘿 中午呢有帮叔叔家 采摘果子的邻居 还有孟来 呃收果子 挑剑果子的 人比较多 点了一大桌子的好菜 我们那边家里有人来干活呀什么的 基本上中午就吃一大锅会面 四川人这边呢非常的亲好客 而且在吃上非常的讲座 你看看今天中午我们吃了多好呀 哦 煤菜扣肉 两个肉多大 多小 收入家的果子呢 我们去年订了 今年呢也是来之前 早早电话就联系 他给我们留着了 因为收入家的果子呢 有好几片园子 而且都是小园子 加起来也就六七千斤 有很多可能大客商 会觉得有点少 但是我们呢 最重要的是讲究它的口感 我们 多了也不嫌多 少了也不嫌少 果子已经全部拉回仓库了 这些果子呢都是已经过完秤 复过款的 都是我的了 可以随便给大家去切去看了 这个呢是咱们今年的包装 特别的漂亮 大家切一个 大家看一下 安阳果冻成 果肉非常的饱满 皮薄肉厚 也很Q弹 无子无和无渣 它四橘非橘 四橙非橙 属于一个橘橙类的水果 皮也是特别好包 大家回去之后呢 也这样 很容易就把皮包掉了 包皮吃也非常的简单 现在的口感呢是真正的酒甜一酸 甜味很多 带一点点的果酸 然后它的汁水也是特别的充足 非常好吃 谢谢